快乐吗 宋倩清晨起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穿着少女感睡衣在客厅悠哉悠哉 为填饱肚子她开始花式秀厨艺 但光鲜亮丽女明星的冰箱里 也塞满了各种素食材料 于是宋倩决定下的韩式泡面犒劳自己 切火腿斩豆腐洗蘑菇下面条 一套流程操作下来 宋倩连眼皮都不带眨一下的 不愧是在寒武功时全能的Victoria队长 下了不少东西了 她是个很会照顾自己的女孩 色香味俱全的面条做好后 宋倩享受的大块朵银 吃到一半还不忘给自己的杰作拍张照 最后甚至捧着笔脸大的锅打扫菜 低调的完全没有女明星的样子 不过工作繁忙的宋倩偶尔也有偷懒的时候 偶尔改善伙食想点点外卖 结果难住了她这个选择困难症患者 不过小孩子才做选择 大人当然全都要 宋妇婆选择直接把想吃的都点一遍 等外卖终于送到后 宋倩还不忘爆出秘密武器 毕竟吃饭怎么能少得了追剧呢 看着满满一大桌美味 才明白宋倩的生活有多快乐 不过没吃完的饭菜宋倩也没有浪费 将它们收拾好后全放进冰箱 下顿热热还能吃 由于当时正处于跨年 宋倩工作很多 所以第二天就来到舞蹈室练习 为了接下来的活动 宋倩排练了一遍又一遍 好不容易等舞蹈练习完 她还有杂志的工作 于是立马又赶到了工作室 等工作终于结束后 宋倩打算好好犒劳一下工作人员 便邀请大家去豪宅吃饭 在韩务工八年 她的厨艺非常了得 有朋友来做客都会亲自下厨 就连包饺子都不在话下 宋倩为大家准备了一大桌的饭菜 隔着屏幕都让网友看长了 和朋友吃饭聊天时说的话 也让网友们见到了一个和平 是完全不同的她 要随心所欲的那种 就真的是这样 我要是难得一天休息的时候 我在家里面眼看七部电影 很爽超爽 真的别当不上厕所 真的不行的时候 我在起床就上了走 看到这样真实的宋倩 网友纷纷表示 这就是自己的理想生活 也许就是这样享受生活的态度 才能让35岁的宋倩 还保持着25少女般的活动 不过这种生活看着虽然很爽 但如果你真的过上了 就会发现确实很爽 我们在这里 我们没有时间 我们在这段视频 我们在那儿